下面有一堆的,在这两个study下面就是说 其实在这段时间,由于美国的癌症纪录是很流行传的 即各地的癌症纪录,例如在Corneticut 它就直成是1937年之后已经保持得很好的 你又知道它在哪里有核电厂,有什么核设施 其实你就很容易match到,然后去做那个研究 也有人已经做了出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为何我们听见的在主流传媒、主流论述 在学校、大学、在学术界里面说的那个 那个辐射安全完全不是这些研究所显示的 是完全是另外一些情况出现,例如刚才那些 那些研究走出来,这完全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些完全不合格的研究 就出了来定调了辐射点安全法 我这里说其实有很多,关于甲重症抗菌、甲重症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里提一提就是 Low birth rate,生出来的BB,如果是轻绑的,他就得到病的机会是很大 所谓是很难养得大,又很大,周身病痛的那些 这个直接看到trend的,凡是这些cancer,或者这些 Low birth rate,你总之是住那里,或者有核意外,或者什么 你就真的就出现大量这些BB的了,或者是大量的流产 就是这样的,过了之后又会低一点,诸如此类 这些是很明显的研究,不过没有人去将它讲出来 或者大学内不会教的这些 好,另外一个我真的想讲的,在这些,我不再讲了 包括breast cancer很多东西,另外想讲的就是Ace Ace是什么问题来的? 对,面外国问题而已,在美国,这些所谓战后一代,去到80年代 他们死亡也很高,正当成年,其中他们死的各种病 当然是免疫力的衰弱,包括Ace 大家现在就说Ace是什么,你冷家,你什么,你什么,你什么 又 coincide with非洲,我们就觉得非洲的Ace很厉害 非洲有一些中非一些地方,正正是一些很强辐射的地方 Ace是很厉害的,大家要看看如何重新去讲 讲这些科学的数据,不详细讲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讲讲这本什么 因为它是最新的,最新就是2006的,它就很有趣 对,开中明二,我们今天研究什么呢?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腹射有多危险,对健康,一大班在大学教的一些专家 在做的这些,这些consultant也是的,我们今次研究的 当然不是natural background radiation,自然的东西 我们怎会研究呢?我们研究一些man made出来的 你看看它什么叫自然,natural background是什么 你想象的是什么?宇宙射线,或者是什么 宇宙射线都是你走去破坏了这个大气,在核事之中破坏大气层,破坏太空 这种所造成的一些影响的结果,你不要说宇宙射线,必然我们有这么多 这个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懂得这些research 但是知道有人就是已经研究到,你已经对大气层 就是这些对流,平流层,灾上,以及所谓阿伦大 已经制造了一些新的辐射大气在上面 因为这些东西本来是要来挡住宇宙射线的,你就在那里搞 就在那里搞,越射越高,在高空爆炸 好了,还有些什么呢?冬气,刚才说过冬气哪里来的 哎,natural的,香港有这么多冬气,很natural的 不会挖矿呢?另外还有些什么呢?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正式看这些书的definition,所谓的background radiation 这个天文台也是这样用的,天文台当然这样用 natural memory radiation就是说 是一些,本来存在大自然的 还有,譬如我今次想起的电厂 不是我这间电厂所引发的 以及所有的一年之前已经存在的核设施,所发出的核设施 都是background,你明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是natural background,所以你可以说我在这里是一间电厂 那里是一间电厂,大家是大家的natural background都可以 是吧?是吧?是,naturalized,很厉害 那麽多东西在natural之下,只有18%是man made 那你不要以为18%man made 就说,真的这间是电厂 不是的,18%还要再分 分到来得分 不是,sorry,sorry 不是,你这一构成是natural 是这个是worldwide background radiation 这个本身已经missleading worldwide是什麽?worldwide 你在个别的地方是重很多的,那些辜射 是吧? 你这非洲的沿著民序在干火那里 在旁边挖个矿 那你那些辜射怎可以worldwide 是吧? 好了,不要这个了 总之,82%是那些 然后man made 再分你看看,nuclear fuel cycle 只剩下1% 4 out 你计算是没有弄出来爆那些 4 out造成的辜射了 多少?2% 多是3% 即是安全的 那些呢 那些是什麽呢? 那些都是辜射 但是益理的 那些是coast benefit analysis 私下的那些是没有事的 是吧? medical x-ray 又来啦 Consumer product 我说,怎麽Consumer product 当然是有 他记得那麽多是废料出来 不放在Consumer product 你买那些零杂的产品 就在那裏 还有很多 你坐飞机 那些配件 零件 去医院那些用的零件 很多都是 已经是把所谓 defeated uranium 放进去 即是那些没用的 那些核废料 放进去 好了 nuclear medicine 因为你做了些什么 CD scan 那些 于是他分析出三个近年来 即是由他这本上一期出了至今期出了的近年来 怎麽增加了呢? 那些 radiation 第一 第一 那些人吃烟 烟土是这件事 是空脸 是辐射性的 第二 不是空脸 是Polonium 第二 因为多了人入行 即那些 医院去帮你照X光那些 第三 是多了人做一些scan 所以我们复射水平高了 怎麽都弄不到那裡 那1、2、3% OK 继续 我想继续讲多一点这本 因为大家在学习界 是吧? 唉 唉 真是 真是吐血 你弄了几个表出来 不如你弄了 这个Hound 1的表 是想和大家讲的 这个表它就列出 自从他上次做这个报告 至今次这个报告以来 就是在BIR 在ICIP 一会再和我讲这些是什麽 这些很厉害的权威的国际辐射防护机构 保护你们的 ICIP 美国的EPA 上面是UNCEAL 你见到UNI 那些都知道多国际性多厉害 那它就比较 这段时间它们做那些 对人体的cancer 即这个辐射的cancer的影响 它就是用0.1个grade 即是100个毫期 现在国际的标准规定就是1毫期 其实别人说高的 每年1毫期 它就说是一生人的 就100个毫期 入面就在10万人入面有多少生cancer 总之不用你看神经病这个表 告诉你很少的 很少的 即所有加起来都是千多 有男人和女人 女人多些 再随着男人便少些 大约incidence就有2千多 即死人的就是千多 所以以这么多人计 即是几个percent 2个percent 3个percent 2个percent 1个percent 就是会导致增加患癌1个percent 好继续 之前的研究 它就说认为 UNSER做得最好 我们都跟它 于是跟它之后 就是做今次的研究分析 分析的结果又一样是用这个单位 但今次其实是很恐怖的 一个single dose的100毫升 一次过做100毫升过来 你可能是一个BB来的 零碎在那里 唉 但结果其实都没什么 一个BB 如果是一个男BB 一个女BB 是不是 没有分男女 有有有有 有有有 那平均了它 就是三千左右 即是连BB 你一做一次过的300毫升 一百个毫升 都是一百个加三个 在一生里面出现 即是增加了他的癌症的机会 即是真的少得狠 连BB 我们觉得好多人 不怕BB拿那么高的复射 对吧 何况你越大的人 当然不足道 对吧 你怀疑就死了 OK 好继续 这个是最后一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说 跟刚才那样不同 因为这个死亡 你不是死 刚才我是生癌的 什么癌症 你医得好 弄多些电疗 再弄多些 radiation 你会好回 然后呢 这个是死的 死的 当然比刚才那样少 你看少得多重要 对吧 因为BB也是1%左右 刚才2% 好了 最后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复杂 不如不要理他了 其实他最多是说 对于大人来说 如果他拿很多 都没问题的 对于那些小孩来说 不是小孩 如果你是终生 都exposed to 1毫禧 那更加是没问题的 大约就是0.2% 0.2%更加 那是没问题 如果大家知道0.2%里面 还有很多都是来自 你照X光 你照CD scan 你会烟 你才是这样 那关系里面 有什么事 但他不行 不回应一件事 就是说 有那么多的research出来 刚才我没时间讲 但我提一提 你怎样回应 这本回应的方式 真是妙 三美岛 美国的三美岛1979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他出了这个 其实是核心溶解了一半 之后 他在这本书 我看他们引用了三个研究 他说有两个不用理 要理的 要理的一个 那个是官方的 要理的 官方那个 其实是他委托Columbia U 帮他做的 那个研究 是假定没有任何辐射物流出 所以所增加的 其实都有成 譬如他十里内 增加成70%的癌症 由千多次到 后来变成二千多月 都不关他事 明白吗 因为前提是没东西流 所以蓝症增加关是什么事 他就引用了原料 另外那两个就说是有增加的 他会导致 他说你都不知道那些人吸了几粒 辐射每个人 那你不得科学 你的研究 我不用了 那两个 有三个 千多诺贝尔那麽大件事 他引了很多很多papers 在研究 但他达到的结论是 基本上跟国际原子能机构 及一系列 刚才大家见到出现那些很伟大的 这些机构都达到的共同结论是什么 有九千个人可能是跟 经过几十年 他的死可能是跟千多诺贝尔的核核有关 不过决定不了 所以不算下去 决定不了 为什麽可以将决定不了的东西 计算下去 有四千人的甲状核有问题 但已经做了口数 甲状核有问题 做了手术就会好 另外 还有什麽问题 是另外还有很多人投诉有问题 那些人因为他stressful 因为他遇走 因为他濫交 因为他拿捉援 真的这样说 真的骗你吗 真是像客人 他在学术报告出的 不止这本 他也是抄人 如果他在周围 中世界都接受了 这个是定论 对次罗贝尔的 就是实在 你这些人如果再在那裏 说那麽多 複射的危险 再吓他们 他们再去拿捉援 不出去做事 那些就愈不愈的病 那些还吓人 那这个定论 那这些东西我想说一说 郭静言之后 已经被大家听过 其实他们就 无论他和以下的一大堆东西 全部是那些兄弟帮 同一班的健康医生 主要是健康医生 医生都有些 健康医生 基本上是医生 他里面就是决定 那复射有多安全 那IAE你见到每次核灾 他就第一时间共去 那他就定一调 对一样东西 七级 六级 什么 好了 那次罗贝尔这件事 那样定一调 那这个定调呢 是 做了出来之后 是一个组织去做的 那个组织 就是美国New Mexico 的一个Professor 就叫做Metlar Junior Metlar Junior 做完这份工 打完这份工之后 立刻就 入了去 榮星 其实是一个好东西 入了去UNSCEAL 又入了去ICLP 是什么呢 UNSCE 我们看到了 ICLP UNS一个人 连入两个机构 很厉害 奖的 做得好 你说那9000人 没关系 那4000人 做了Operation 完全没有事 好了 入了这两个 于是一些 独立的科学家 就说 你真是简直 豈有此理 所以不止他一个人 入两个 因为UNSCEAL 就是执行ICLP定的 所谓复射保护的准则 他怎样要防护呢 一个是立法的 一个是执行的 一个人又坐在立法院 在执行 都可以的 不要紧 全部都是兄弟帮 大家都是听 从IAEA那里走出来 另外 AEC 即是美国版的国际机构 他就是在7、6年 还是什么呢 他就已经 改了名字 因为太臭了 他炒了有良心的 自己的手下之后 名字太臭了 先在成为人员之后是怎样呢 于是直接在总统的cabinet 里面有个位置 而呢 好了 讲到总统 最后是什么呢 无论美国有什么 BEIR AEC NCRP 都是美国的 这些所谓复射防护 或者是什么研究的组织 都好 到最后呢 决定的就是这个 是什么呢 Federation Commission 是特检 美国总统特检 我就是到最后只听他说的 所以呢 就是这样 刚才你已经结过 那个BEIR的研究 我听UNSCEAR说 然后呢 这个又就是那个 那个又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这样 好 继续 好了 关于这个UNSCEAR 最后的美国的 Federal Radiation Commission committee 我也是想说的 就是他在1950年代 就是他有什么特别呢 他在1950年代 已经出了一个 叫做 Radiation Protection Guides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特殊的情况 这个总统可以决定 究竟哪些地方要撤退呢 哪些地方的东西已经不能吃呢 哪些地方是不准人进来呢 哪些地方之类 他已经50年代 就是说 到有意外发生 他可以决定的 你什么防护标准 也就是废的 而这个原则在1990年 ICRP就採纳了 用在这儿 就是用在赤治纳贝尔 今天用在福岛 一样的 当你发生意外 意外现场 即刻成为所谓Status Goal 反过来 你任何justify 要做些东西 例如不让人进来 那些东西不能吃 那些人要撤退 任何要做这些动作 是你去justify 你明白吗 按照本来的标准 譬如你已经超过一年一毫稀 就立刻要撤退 或者不是撤退 即是要做些防护的东西 或者什么东西 已经是灾难性 有标准在这儿 就是出这么多粮 是做这些标准 但当你有意外的时候 是你读回团队 因为怎样呢 因为你要做cost benefit analysis 就是这样 你当然要我给cost 要给cost 有什么benefit 到时就是你去pull 你不听吗 譬如像赤裔博尔 如果你不跟这个做法 没什么救活 就是这么简单 但这个这样的 就是绝对不合理的标准 就已经在五十年代 在美国本身已经做了 即是说根本就是一堆 最后就是说 不是最后的 就是这件事 就是说 为何这些国际组织 或者国际原子行机构 和那些组织可以 就是这么乱来 而我们坐在那里 其实从来都不是很清楚 究竟他们是搞什么 只是听见很多安全水平 听见天文台说没事 听见食安中心说没事 那么无事 好像很大件事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1959年 58年 IAE已经和123456个 大家都很熟的国际组织签 签了六份计划 就说未得对方同意 不可以做研究 或者研究者不准发表 关于复射的计划 这些组织有什么 是要禁制IAEA的 当然IAEA要禁制它 所以那些飞行员究竟 有多少辐射 究竟我们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辐射量是怎样 究竟工人搞成怎样 究竟我们在学校学些什么 究竟我们的WHO 我们的所谓人身体有多强的 对辐射的抵抗力 乃至天文台跟我们说的 全部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所以是没有具真话 这样对的 你看到天文台的网页 所用的资料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图 就是这些图 它的数据就是这些数据 它又没有错 跟世界气象组织的 世界气象组织和IAE签了 就是一个推动核能发展的机构 就是一个推动核能发展的机构 OK 到最后 这里讲讲 就是讲到法国那一笔 因为法国是比较迟才搞它的电 OK 看图 这个是 法国其实就 就是在今天来说 它继续持续在它的殖民地 继续做很多采有抗浅殖民地 可以拿来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在加邦 加邦 它有抗派 你看到一些妇女照在那裡洗衣 洗澡 洗澡 刚才就贴了出来 不准动那条水 又不准吃 不准在那里洗澡 不准碰 不要游水 为何它还在 大家可以想象 只有一条水 它竖了个牌出来 它就不用负责了 这些是法国的殖民地 另外它就在这个还有在 最近有没有听过法国的军队介入了摩尼 摩尼就是有抗距离 就是这样 还有法国在做的就是 美国就是刚才说的中太平洋的地方 另外它拿了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在那裡有很多的核事 因为它早期在非洲核事 在阿尔及内亚和摩罗哥 那裡赶了它走 不做的殖民地之后 它就过了太平洋 在那裡也搞到很难事 包括这个阴谋论 就是有些人说 根本这个巨峰在这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是没有在 譬如Fiji这些地方出现的 但自从它搞到 它初初在地上 后面在地下 就在那些群岛的核事之后 就开始有些很異常的气候的情况 于是它们搞到很严重的损失 而且由于你那个核爆 令到海水温度升高 冬天都升高 冬天都三十几度 去到三十一二度 就产生效果 那个Almino 我们永远说 地球不知为何在气候变化 Almino说 就是这样 因为它海水热了 然后它就影响秘鲁 秘鲁因为这件事 它曾经与法国断交 还有周围的影响 结果就是南太平洋的倒序 包起北些的 美国的南太平洋的倒序 经过几十年之后 还归它们所谓独立 但那些人是病的 那些人的基因已经改变 那些人是没有了这个独立性 因为它们的食物再不可以吃 它们要吃罐头 它们是终生吃罐头 它试试在海鱼那些山胡椒堡 那里找条鱼来吃 中处家族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就在山胡椒那里吃饱 成为一个什么独立国家 最后 最后 就讲一些所谓责任的问题 我们刚才主席说 读过前书 我觉得责任 当我们讲道德责任的时候 是包了一件事 我用卡文去讨论 这个是革命的责任 不只是有人在我面前 我就帮一下他 这个当然要 受难者在你面前 而且你是要主动去认识事情的真相 这是一个责任 我们读书来做什么呢 看消费资讯 或者看最潮是什么 看什么呢 中日上网我们看什么呢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是有去认识事情真相的责任 你说我怎么认识得那么多 那你认识什么呢 你认识一点 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没有叫你认识 是要认识事情的真相 说这个受难者的语言 这个语言有很多方法讲的 你读科学也可以讲 用数字可以讲 刚才那些科学家 Rosin Betel Aless Stewart 那些就是讲科学家的语言 有一次去到太平洋 就是那些国际 见到有一个邮长 还是minister 就跟他说 你做什么 他说 我们搞一些statistics 所以他的statistics 对他们也是有帮助 应该 因为要告美国政府 他说statistics 是要来掃走我们的眼泪 抹走我们的眼泪 不是说你抹干眼泪 而是抹走你的眼泪 这些就是 是智智 智智不应该做这些事 好 接着我来 我说些说 我相信是有people's science 都是小梅英 刚才在英国里面讲的 就是有人文的科学 科学不是专家的 人文是可以有科学的 有科学的能力 有科学的权利 那里面你要对抗一个问题 一个就是所谓uncertainty的问题 你看到这些这样的东西 以及每天 其实如果你是找一下 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些专家来告诉你 你不要对核电的影响 辐射影响 作这么多的评语 因为科学界都很uncertain 这个是他们的最大的护身符 都未确定 好像他这样 他说未确定 很多东西未确定 所以他就说 其实没有影响 你不要肯定 什么不确定 不确定 好 不确定 如果不确定 你做什么要做 很简单 就是burn out proof在你那里 你说不确定 你去确定 让我看无害 你就去做 但你现在不确定 你也去做 而且burn out proof在我那里 你也不确定 你为什么要去规定我 我本来有一些例子 说明是可以有些东西很确定跟他咬 不用怕他说 我都不确定你有什么资格说 这些详细不确定 他就是说一个例子 就是大亚湾 我告诉你一个反应楼 我刚才说大亚湾没有加六个 一个反应炉一年只产生一个四尺乘四尺乘四尺乘四尺的核废料 有什么问题?收起它就可以了 你office放了多少个,放了几年很多,都好几构 有什么问题?又好像是真的 但你要认识这件事,认识是什么? 因为那里有几十吨的核废料揭摆 如果你真的迫爆了很久了 你要将它成一万的地方,这么大的地方储藏它 还要放在不知几十吨,几百吨的地底 无人可以将一年的几天都有核材料迫,因为会爆的 但这一瞬间它会这样跟你说,你可以问它 那你放在哪呢?究竟你那个四尺乘四尺乘四尺乘四尺 就是在你床底呢? 人民的方法令到我们可以拿回安全的讨论 回来我们自己做 安全,几安全才叫做安全,是我们决定的 什么安全或什么风险是我们愿意接受 是我们接受嘛现在,不是你,是你说嘛 它做的cost benefit analysis,你谁拿cost,谁拿benefit 是不是? 现在我们回来,我们是说,就算你很大的benefit 给我们,我们都不愿意拿,因为这些是杀心的 我们不做,可以不可以?可以 虽然有那么多阴谋,大家不用,我怕大家会repress 于是我们听一些success story,有时候有的 我现在不是说近期,德国说几年后废核 不是那些一直以来都有的,不过不说给你听 例如澳洲本来又要大搞核电,又要大搞核帽 但工人说这些工作你还要做我的份 那就没搞到,不过澳洲有个有抗 现在他们有些知识同志都在煽动着 不要再出口这个有抗,你自己不做出口 都是邪恶的,但最终之他又没有电厂 他又没有,就是工人不肯做 不过现在的世界又不同了,又有外扑,又有文工 外劳,所以要做的有很多,但是有间中也会成功的 到最后,我才delay no more 因为我这些数字给大家,根据Batelli这本书 他就说1968至69年,这个所谓全球的mutation rate 因为这个是辐射的很重要的问题,不但只是影响一代人 如果我搞些东西出来影响我自己,你死吧 搞些东西出来影响世世代代的生命,不仅是人 这个人来说,mutation rate已经去到6%,1977年你看着价 10%多,我没有兴趣继续去发掘最新的figure 这些是文工厂的,一本 十分钟 谢谢大家 我想唱反调,希望不要介意 如果反核没有核市,这个当然是杀人的武器 但是核电会不会是另一个category 因为根据这个所谓的JibGa说 你新的核电厂会比以前几十年前设计的,是安全 那他们就转头就骂你,啊,你这些反核的 那你也不妨礙了 那你新的核电厂就不起了,即没得起 那你旧的就迫着要继续用下去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令到人一下子用少的1%电 那样同样,另外其他的发电方式 即是fossil fuel等等,他们都有它的危险的嘛 都是会pollution 那样,所以有些paradoxically就会进行 现在因为反核,所以那些新一点,安全一点的核电厂呢 就没人敢起了,因为人家公众反对 还是你请问怎样回应呢 我可以回应,因为新的在这里正起起 起码在欧洲和美国另外的地方正起起 其中在台山,有一些新模特儿来的 欧洲起多少起不行 另外在哪里,山东,哪里在哪里 就在美国的AP1000 台山那个就是EPR新的模特儿,新人起起 美国的AP1000在中国正起,但美国打官司 打几乎不让它起,因为觉得危险 EPR又打不成,因为觉得危险 但台山今年就会落成,最新的又在 但如果你说到新到是用fusion那些 说了几十年了,我最近都听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说 不是精环大学的,他就说,fusion,我们正在做研究 给我们50年了,哈哈,很难研究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fusion是要来说给你听 因为理论上,fusion成功就可以 不需要有新挖油矿出来都可以,但做不到,大家做不到 另外刚才那些fastreaders是说了几十年,结果大家都做不到 大概技术水平在那里,去年我们有一些专家来跟我们说 他们说,譬如像加拿大的地方,因为泰国没有建 他们现在不懂得建,建的那些是不合作的 所以都很大件事,结果结果是,欧洲其实因为经过资议 诺贵尔,美国早些三美道很多都没有你,你说得对的 就是说新的没有出来,没有出来就是大家觉得 没有它都可以,起码在欧美国没有它都可以 你说发展中国家是不是需要呢,我回以中国为例 中国打算建一共二三十年内,建到二百四十个反应路 提供的只不过是中国电力的六至七个百分比 这是他们官方的数字,所以电厂是否为了核电呢 是官方的数字,它不是说中国有八十个百分比 即要靠电用,否则到处都黑黑黑黑黑黑,或者是没有工业 对7个百分比 张博士,你好,我想问就是,你刚提到的 其实整个反黑的团队都是一个,很多是良心的知识分子 我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都是研究Particle Ethics 但我會想問到你講了一半段 其實我們都會發覺 因為power circulates knowledge 已經變成一種權力的角力 而在過去幾十年的 這些有良心意識分子 始終都是在體制之外去抗議 我們這一輩的人 會開始想有沒有可能 跟它有這麼高這麼大去咬手瓜 跟那個體制 而不是只是作一個清流 或者良心的聲音 另外一部分的問題就是 其實在大壓核電廠 說要在當時香港 是有過百萬人上街去反對 那是香港陸運的黃金時期 那究竟我們在這一輩人裏面 當時百萬人上街 依然是不能夠阻止 那個核電廠的興建 我們這一輩人 是否可以看到一種盼望和曙光 去從此除了這種風險呢 我想如果由最後回答上來 只是香港的人都簽名的 不是一百萬人上街 六四就是一百萬人上街 簽名 不簡單 因為香港人比現在更少 有百萬人簽名 那些團體很多都參加了 那現在 結果都起 當然這個牽涉到打彎究竟是甚麼 一號線 其實我們不知道打彎是甚麼 打彎加上領域現在是六個反應路 在全世界第五大核電廠組群 不簡單 有一些國際性的實驗 只可以在那裏做 CYU、HKU、HKU、倫敦、台灣、中國、大陸和紫赫 參與 香港的香港仔隧道是用來做它的檢測 因為是一條長的隧道 不知有些什么纸在里面 所以它在做什么呢 它是研究宇宙的起源 不知 真的不知 所以要知道 为何这么坚持要起呢 起到之后越起越多呢 就是初初起两个而已 大家两个 我们不知 只是要知道这件事 就是知道你才知道 是在哪个层次上去反核 是吧 有很多人说 我们用少点电 搞到 那就不需要有电厂 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用电 但没错 我们是折夺 但有些东西 跟我们的折夺无关 在进行 令我们更折夺 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说 我们是有知的责任 这不是就是权力 是要责任的 不容易知道的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些东西 当然你知道 有杀身之和的 对吧 好像Karen 销活 或者甚至我们刚才说的 这些科学家 刚才你这样说 他们很高大 他们那部车很高大 但一样有杀身之和 Matel就在公路被人的车 迫在一边 差点没命 江湖就是隔壁家屋 火烛 没有那么对 当然不是烧他间 隔壁烧过来 才想起来什么事 是有杀身之和的 这些东西你知道 但你知不知 你要知道的 有些东西真的要知道 你百万人签名 因为一次过的事 我觉得 没有跟进的知识 的冲动 和持久力 没有跟进的行动 的决心 这些是我们这辈子做错事 是吧 我们没有继续做下去 所以今天你走出街 我们在街上收集签名 你放牌出来 那些婆婆公公就要走来签 不需要问你 究竟 辐射多少次危险 我们现在是否在危险 不需要的 她就签 我们说 危害千万年的 你儿子孙孙孙 什么事都不能碰 就签 但年轻人会跟你争 有什么证据 我们需要的 这是很明显的 正义安明刚才说 可能都不关他们的事 这就是我们有一段长的时期 没有负图自己的责任 去将人民的知识爆发 即是用它爆发出来 于是那些专家继续去乱讲 在当日争取停建大亚湾的时候 那些专家已经开始乱讲 他根本由头到尾都是乱讲 中文大学的物理系的陈耀华 教授去证明核电厂是无危险的 他说 我天天都念了鸡根那间咖啡喝茶 你说什么事 这是什么论 专家就提出这些东西 他都不敢多日 不敢上法庭和Golfman和Mekang 不用怕他们 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知识的勇气 和真是知识的力量 我想是这样的 你说那些那么高那么大 他们都不够了 但有时他们又够够了些 例如有一次万多个科学家 原名后来不知怎样怎样 搞到地上的核丝又没有了 地下的核丝开始 但地下的核丝又一样是漏出来的 不过这个表面就好些了 就是 大家都不太行的 不是很行之中 唉 就是趁快做事 其实我有一个追问 因为我是 我想问一下 你 因为我常常很怕去到一些 有关环境运动 环保运动 核能运动的时候 往往我们看到很大的 picture 整个地球的资源 是在危机当中的时候 怕人们给了一个 solution 就是从自己做起 你去食斋 或者是从你身边的做起 跟你妈妈说 然后整天去到一个位置 就很快就变了个个人修为 个人主义 究竟我在伦理上 我怎样认证到 这个是一个 collective 的行动 还有我们有一个 obligation 一定要是这样做 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个 ground 还有就是香港这个土壤 我们是否可以说到这个 other than other than 他食斋 就是 反核都有 个别的反核 就是出名的人 是说食斋就解决了 除了这个个别人士之外 不是那么多 起码不是那么多 吃斋就等于反核 都 你可以放心 就 环境运动真的有很多 有很多 都不要紧要 是吧 他吃了斋 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他吃了斋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运动 这个不是一个运动 因为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我觉得尤其是因为 这个牵涉到一个 我们从知识上 就是强弱的知识上 你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 就不要将那样东西 将责任卸掉去给 其实你给其他人而已 是吧 你自己不上身而已 你这个食斋 你不是对自己来说的 你是对别人来说 你快点食斋 很多人他自己可能都吃 但是你去大家 你不是说我这个 你真是有责任认清楚这件事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建立新的知识 这些真是有力量的知识 不是那些dis-power的人的知识 我刚才说的那些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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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件事 但另一件事实际上 容许我的偏见 我就觉得 因为越来越多人接受教育 甚至高层教育 在这个接受教育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令到大家 就是刚才阿姚明那些 几十年前我听见那些 听不明白的东西 或者是很高手的东西 我就会崇拜他 不是明白他 我先崇拜他 其实在这个过程 纵使你没有进去那一圈 但你学晓了崇拜这些 学晓了你害怕这些 譬如你说我读文科的 那些科学的东西我怎知道 我读文科的 我永远不说科学的东西我不知道 我又读文科 我又读科 可以吗 谁阻碍我读东西呢 不要紧要的 我是不是不会败息一点 读到会考 不知道他问 鬼知道他什么 电子是怎么爆 学校就知道 有什么那么难 所以其实是一个越来越 顺耐学校 包括大学 认证 一个这样的社会之下 大家变成真是design power 都很重要 我没有这个文凡 我没有这个什么 我专家都说uncertain 摸出来说话 是瘋吗 这种很严重 底纸上是这个要拆的 拆学校 拆学校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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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是Battel 骂得很严重 他就说 为何在这个核电的问题 包括核辐射 对人的健康问题上 绝大部分都是physics的人 连健康都是他说的 为何会这样 他们兄弟帮得很严重 我这样说 不是这样 读biological science的人 必然是尤词 爱动物 爱植物 但从开始就是这样的 Bias 并且 这个学科 因为学科建立了这样的形象 你有恨三一词 如果你是我们那一代 我们很崇拜一些物理学的人 起码我那一代 我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是 可能有些什么佑真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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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崇拜他 就是觉得是很厉害的 那样东西 你觉得他很厉害 未必他很厉害 就是那个 那盆东西很厉害的 是不知道 有些光环 有光环的 有光环的 因为 因为 就算是Biotech 就被BiO 所以BiO 又未必是好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他很厉害的 哈哈 那就是 不要管了 总之是有个 这样的情况 因此 由于这些 说是光环 其实 当然科环的Bias 就是 我会变成 由于这些Bias 那个学科本身 也会自动 Cell select 一些人去读 做的 我们也谈过 就是说 譬如那帮 Mahampton Project 弄核弹那帮人 哇 他们真的 觉得 他们走在一起 我看回他们的传记 那些好像 Boy Scouts 他们觉得自己 好像Boy Scouts 大班同志军 走在一起 那个Mind IQ 超标 一起去做一件事 爆出来 是几个密西庭 所以你中间是停不住 你明知 希特拉普你都停不住 他们一定要做下去 而且不知做下去 他会继续做下去 有第二种弹 第三种弹 中子弹 可以杀人 但是不摧毁 多有趣 第四种 就是那种 对这些好奇心 对这些佔有肉 那些霸占地球 不是肉养地球 对不对 你说多厉害 所以他是试力了 一帮这样的人 去读physics 不是对physics 本身是有些什么问题 本身是问题 这个不重要 但是他试力了一些 有这样的倾向的人 去延续他的discipline 我们都要停满 刚才听到很多好的问题 相当感动 所以其实是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还有我们的代人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能力 就是懂得反识 懂得反识 所以前途是光明的 暂时打住 是 是 大家 我们反识之中 其实都很需要义工 如果大家 就是大家看到 NOTS 后边有整张照片 每个月都有很多工作 那其实人数得几个 所以如果大家听完我讲了 有兴趣 想做义工 或者想练解更多 都可以在这里 登记一些资料 就是简单登记就可以了 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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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